诗语 你说明尊语 《众诚》《小小小子 év EP》 用主的拣教 何请�č讲 玉儿的 请验三部份都要讲说 alla sugar 我们怎么拣教 这些从圣经里面的时候 古曰便邮 以色列人被宣在玉法里面 到了新曰 就被主親自來成為生理 我覺得我們在帶孩子的時候 真的我們需要先把他們宣在律法裡面 所以就像弟兄有講的 他要知道我們的規則在哪裡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是沒有讓孩子了解 並知道說我們的規則在哪裡 所以我們今天有這個規則 我們明天又有那個規則 我們後天又換來個地方 我們的規則就不一樣 可是我們這位神不一樣 他頒布實現 他就是要以色列人守他的律法和介密 我覺得在我們的家中 我們也要設立一些規則 那當然孩子慢慢長大之後 他都會再來挑戰你的權利 那你慢慢的就要讓他 你就要放手讓他自己去經歷 那譬如說這個 我們講到很多這個主日 那個孩子多活的 為什麼要去主日 他小的時候他跟著你去 然後到了五六年級 他都不想跟你去 他覺得我們聊 我跟他去那 我都知道了 每個都曉得了 我都聽過了 甚至我的故事都比這個 不是只講的故事還要熟 所以我們就要慢慢的讓孩子 從這個客觀變成他的主觀 那我那個跑三呢 第一次在這個小學三年級 就告訴我他都要去主日 他第一次問 那個時候我們從台南調到這個台北 他在台南是在我旁邊 然後聖年完就可以去玩 他到台北因為他們有主日兒童 去會分成我的班 所以他要在班裡面 他被限制在班級裡面 他會接受很大不同的 他需要勢力這樣 然後跟我說他不想去主日 我就問他說為什麼 然後他就說 你看我那麼可憐 我在家裡被你罵 我在學校被老師罵 然後我到了主日 還要被兒童班老師罵 然後我就說 好 那我來想想看 那我是誰罵 P社會是哪一個阿姨這樣 我說好 那我就打電話 電話講一下 我就把我電話拿起來 然後我還沒有播放 我就說 哎呀 那個什麼姊妹啊 我兒子表現那麼好 他表現那麼棒 你怎麼罵他 我兒子說不要打 你不要打 為什麼呢 因為我這樣講的時候 我就摸到他的良心 因為他沒有表現那麼好 他也沒有表現那麼棒 然後他說 媽你不要打 去就是了 因為這個香皂對照起來的時候 我就被把他這個情形對照出來 然後我老兒子在高中的時候 他也來 就一路孩子都一直挑戰這個東西 然後五年級來一次 六年級來一次 到高中的時候 我又來 高中了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這個 為什麼我提師哥 為什麼都有破比 為什麼我是姊姓氏的兒子 那我就說 那你提師哥 那跟你這個 或者點師哥祷告 跟你爸什麼事 對啊 你得救啊 你爸有得救啊 對不對 那點師哥是因為你得救啊 跟你爸什麼事 然後沒話題 為什麼要穿白色色 為什麼不能穿衣衫大衣 穿白色色 我說可以啊 你穿香蕉褲也可看啊 然後 那這個話比較粗一點 然後我兒子又沒話講 我說對啊 你能組在你的裡面嗎 因為你慢慢長大慢慢長大 你小時候你把它圈在浴房裡面 可是你慢慢長大慢慢長 你要讓他自己去經歷這位生命 後來他沒話講 他還是去穿這衣服 他就一直看 穿這衣服 穿這衣服 你知道嗎 這個是 是我到後面講的 比如說 我們在那個管教的過程裡面 我們要去弄一個東西 叫做孩子的良心 那我們要幫助他們 律法的範圍 慢慢的進到這位神的那個生命的理念 他要直接受這位神的生命來約束 而不是受我們的約束 有一天他可以離開我 那他要做什麼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這位神會在他裡面來約束 那我個人覺得在管教的原則裡面 這個我們裡面想要說 主的管教和情節 其實你是個人覺得 我們自己要先受主的管教和情節 我覺得姊妹們 我們自己常常不受主的管教 也不受主的情節 我們其實在家裡面 因為我們家都男生 所以我覺得我好像女王一樣 所以 這個 你會吼這個吼那個 你自己會常常不受約束 其實最需要受約束的就是我們之間 我們需要把自己在吃 自己的肉體 自己的貼蛋 都聚在十字架上 我覺得主啊 我們在家庭裡面 第一個 我們要從主接納我們的弟兄 但是這個是很初切的 你還要珍賞我們的商品 那孩子也是 我第一次老大的時候 我都想說主啊 一直以為我照著孩子 那我剛開始也不曉得 我就一直打 一直打 那有一天我在打的時候 我在樓梯前 每個主日會都把他拖到樓梯裡打 所以打的時候 主就說 你再打這個孩子 就被你打到我裡面去 所以這個就像那個 蘇星照 就用一避孕照 講的說 這個一個 一個靈魂交在我的手上 我們可以讓他上天堂 我們也可以讓他下天堂 那這個都在於我們整個 那樣的管教他 那這個管教呢 他就說 不忍用這樣打孩子的話 這個是什麼 不愛他 不愛他 對 那可是這個帖呢 中文是帖 事實上他的原文是說小四肢 所以他的重點不是打他 他的重點是讓他知道錯 所以是要管教出來 那那個李李東講說 我們的管教應該是蠻了嗎 所以像我醒頭那個失敗的時候 打打打打打完之後 你知道你錯了 孩子就說 媽媽你不愛我 我說天啊 我就是很愛你女兒 才會這樣子 可是我們的感覺 讓他覺得我們不愛他 可是後來我換了一個 另外的方式來管教的時候 他就不安就知道了 我今天下午就跟姊妹們講說 有一次我那個老大 我在那個主日本的服飾 你看孩子都在我家 然後就跳那個高低會 很像猴子這樣跳 然後因為我在服飾 所以我就hold住我的肉體 然後操練我的力 不做任何的反應這樣 然後我孩子還拿這個 把這個杯子拿起來 然後故意上蓋 然後這樣 他就到處追他 然後掃撥你 然後爬到陽台 我出氣了 然後騎在那個陽台上面 你說他在騎馬 跑到洗衣機上面 把行李的蓋子送給我這樣 哇 整個上了一下子 怎麼這樣跳 那個很可怕 那我就等到我弟兄回來之後 我說弟兄你給我20分鐘 然後我告訴你發生這件事 結果呢 我就請他坐下來 然後就把出信照就證 後面的 如何管教孩子 第一的要怕打孩子 第二的要打孩子 第三的要如何打孩子 請他看完 那他看完之後呢 發生這件事發生那件事 錯了 然後就把孩子叫過來 你這樣做 然後這樣你這樣 那個孩子知道錯 所以怎樣 都講完之後 脫離心心打一下 這樣打完之後 孩子從此 在主日兒童之位 就沒有這樣殺也過 所以我覺得我們正確的 寡孩子的時候 我們是管出他一定的良心 然後管出他的靈 並且管出那個愛的空氣 所以米利忠講那個管教那邊的時候 後面他還講 甚至於打藥到一個地步 全家都來在一起 嚴重到一個地步 可能媽媽還要替他哀兩下 或者爸爸替他哀兩下 因為這個事情才能做 因為主要 這個都是我們在過程中 我們有領受負擔還母娘的孩子 事實上我們是不太需要管教 我們只要陪同他們 在過程中去經歷這位學 那這個自然的主會在他們的身上 施行管教 如果兒子常常跟我說 媽你不知道主怎麼樣對付我 然後過程中我怎麼樣 然後主又怎麼樣對待我 我都知道 這個說主又怎麼樣的拉我 我覺得在這個 等到孩子長大過程中 過程以後長大以後 就可以在那裡 有鼻子像弟兄姊妹一樣的交鋒 那現在那個我兒子 真的好樣大 他跟爸爸就說 爸那個我自己做要扭看 你可不可以幫我一下 如果你第一天怎麼講 那樣子 那他們就會有很多 很多人的嚴吵 那樣子 我覺得這個 這樣的福祉就非常接近 或是一天空在那個 那也不可以的 我們在這裏東西 勇敢於是誰 雖然算什麼 未勁軍苦耗 你陪他管理你 壽色到底 十萬五都附在他腳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